日本控手道 中量级 全日本 排名第四 战绩十三战 八胜三辅一平 四次KO对手 有请 鸡重鸡 今晚已经要让军国的小车上 堂上全头的力 The blue corner is Japanese warrior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 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 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 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肾趋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 993 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至四十分钟 五身壮阳 严实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难 记住微信 574 993 200 过不两分 按我们武力 对 咱们中国这个江西的随汉 嗯 嗯 这个拳手靠架的也非常好 他练过这个控手道嘛 而且是日本的急身控手道 对 啊 少林功夫对日本控手道 这一场比赛 啊 这个 控手道也称空手 是发源于琉球王国 啊 就是咱们这个金琉球群岛 啊 的一种武术 关于控手道的这个企业啊 众说纷纭 那个目前啊 最为学术界所认同的一种说法就是控手道 呃 前身是古代琉球的武术 琉球手握手 融合了 传入了中国武术货啊 被琉球人尊称为旁手 后来又接受了日本舞蹈的影响 称为现代的控手道 啊 今天这位日本选手就是练习控手道的选手 但是他就变成28分啊 当然这是第一局 我们就是一局的比赛情况 现在集中机能不能抵挡三局下来 我觉得很难说 从内部发现来说 武装依隆的进攻太西级他已经 对对对 挺若挺若 挺若 这是第二局相中 3 4 4 5 5 5 6 7 7 7 级违赛了 哦 武装依隆又KO对手 林中泽这张比较胜利 从秀吉的面部长下 他认为这一龙这拳太重 说不了说不了 然后打他身上 他没有没有这个头弄